你爱不爱吃火锅店里的鲜鸭血 鲜鸭血好吃啊 这么新鲜一碗冬过来 一看就是后厨刚载了一只鸭鸭 呃 饭店怎么可能现在鸭鸭呢 那这鲜鸭血到底是什么东西 动物的血液流出来之后 几分钟就会凝固 鸭血凝固的更是快 所以采血的工厂 要在容器里面加一些抗凝剂 比如柠檬酸钠 这样鸭血就不会凝固了 这就做成了 可以包装冷冻运输的鸭血血浆 冷冻血浆到达了火锅店 倒进碗里就是红艳艳的一碗血 没法吃啊 这时候大厨会在鸭血血浆里 倒一点牛奶 再加点水和盐 夹夹夹夹夹 放几分钟 抗凝封印就被解除了 鸭血居然就凝固了 这样会上餐桌 您点的鲜鸭血就好了 啊 我点个鸭血都是玉制菜呀 其实这样的鲜鸭血 反而比后厨现在鸭子放血 吃得更安全 毕竟血这种东西非常难保存 搞不好就很容易自生细菌变质 但关键是 你点的这碗鸭血 它得真的是鸭鸭的血 因为大部分鲜鸭血 都会用在火锅这类重口食物里 一些无良商家 居然就会用 严厉的猪血鸡血冒充鸭血 煮出来之后都是辣辣的 一般人还真分不出来 哎呀 吃个火锅好难啊 看来我只好 喂鸭鸭 我今天请你吃火锅呀 对 就咱俩